最近有一個內地網民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去到香港迪士尼玩 說原價500多元門票只是用了100多元 由於一年都去不到幾次 他說幾千元買的連卡根本不罷算 所以他說其實有很多人都會用租卡的方式進去 他說原方查得不厭 翻查內地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 授一手香港迪士尼連卡租借 就可以見到不少人率租連卡 無論是金卡全年證還是最高級別的白金卡都有 租借價錢就根據日子而定 整體價格大約$150至$250人民幣左右 他說原裡的小食和飲品都很貴 說可以帶食物進去 他教大家放在背囊最上面 一樣可以避過檢查信領入園 最後他說原區裡的同款法庫 在網上用$9.9人民幣就有兩個 說去到裡面一個要$130 所以可以自己自備再帶進去 根據香港迪士尼樂園 《奇妙處處通》的條例 若果發現入園 或者領取優惠的人 並非個人會員卡上面所指定的班客 又或者個人會員卡 被用於商業目的等等的情況 樂園有權 隨時拒絕接收 取消 或者沒收個人會員卡 和相關的會籍 而無需退款 或者作出任何賠償 《奇妙處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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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處》 我會在心裡 說明就是